最近在互联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鸿蒙OS的问题 讨论的重点就是鸿蒙到底是不是安卓套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先暂且不谈 我们得先厘清什么是鸿蒙OS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搞清楚鸿蒙的架构 在华为的宣传里 鸿蒙分成HarmonyOS和OpenHarmony 但是这些内容从头之为给人一种迷你人的感觉 似乎在混淆这些概念 回到这张图 在内核里同时标注了Linux 鸿蒙微内核和LiteOS 这张图对应的就是这个架构图 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这张图的原始一面已经无法访问 在我看来 华为的手表和IoT设备 即使用了MCU控制单元 而非具备MMU GPU的完整SoC规模芯片的产品 华为的所谓字眼内核就是这个LiteOS 对应的是OpenHarmony 而能够兼容AndroidApp的HarmonyOS 目前我们看到的仍然是Linux内核 所谓的HDF框架 对应的就是Android的HL硬件的抽象层 当然我觉得这张图的参考意义不大 因为里面很多概念都是华为自己定义的 如果要尝试指出华为在混淆概念 那么发布会这张性能优化的架构图 则能看出端倪 如果你真的了解Android的系统 就可以看得出这张图 不管是结构还是配色 和目前Android的系统的架构图都非常类似 最大的特点就是运行时和硬件库 被放在了同一层级 而Android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应用跑在运行时下 而非MacOS和WinCenter那样的二进行式程序 更简单的架构图就可以缩列成这样 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那两张出自华为的架构图 是怎么被联系在一起的 红木架构图提到了Ability AbilitySize 熟悉Android开发的同学一看就知道 对应的是Activity和Fragment 包括宣传的平行世界实现的平板布局 是基于对一个应用Activity的拆分 按照Google的官方设计 这种分屏界面本该交给Fragment的实现 另外早期发布会的架构图的内容 就更无法把这些内容结合起来 所谓的分布式软总线的层级 都没有在前两张图里体现出来 当然Android系统架构的设计 有着时代背景 Android支付Andy Rubin的那个时代 ARM处理器除了苹果 在初代iPhone 以至了Dowin内核 市场上满足需求的开展内核 只剩下Linx 而满足GUI的开发生态 就只有Java 因为Java有着自己的移动APP开发生态 加上这门语言 有着很大的开发者基础 要把Linx的硬件驱动 比如内核的V4L2驱动 让JavaAPP使用 就需要构建一套硬件抽象和软件接口 所以Android的衍生版本 都需要保留这些机制 哪怕微软的Project Astoria都不例外 所以从开发者的角度看 Android的架构过于冗杂 加上Linx作为Macro内核 在当时一直被X86生态主导 开发商在推进新系统的同时 还要照顾内核版本 这些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 只不过在当时iPhone并没有发布 Andy团队的目标是做一款键盘机 但是到了iPhone发布后 整个移动生态变天了 iPhone runs OS X It's got multitasking It's got the best networking It already knows how to power manage We've been doing this on mobile computers for years It's got awesome security And to write apps It's got everything from Coco And the graphics And it's got core animation built in And it's got the audio and video That OS X is famous for It's got all the stuff we want And it's built right into iPhone And that has led us create Desktop class applications and networking 刚才说的都是iOS的系统基础 但别忘了苹果是WebKit的开发者 Google借助了WebKit 构建了Chrome和早期的Android的浏览器 初代iPhone还没有App的概念 当时的思路是继生整个桌面互联网生态 与此同时的Jobs 在一开始就注意到移动生态 还有地图服务的重要性 所以一开始就内置Google地图 而这一切也被Google学到 在Android的系统中 以账户 搜索 邮件 还有地图为核心的GMS服务 一直是AOSP之外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没有这些服务 App开发者就需要自己引入各种地图SDK 常见的高德百度SDK其实相当臃肿 在Android11引入存储隔离之前 他们会创建大量目录 这就是Android的文件管理 强而无用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 Google这一系列操作 耶尔诺的Jobs 让他一气势下 把史密特从苹果总视会踢走 不过还是值得回忆一下Jobs邀请他的那一刻 所以鸿蒙OS在我看来其实就是AOSP加HMS为基础的平台 毕竟消费者对于GMS没有概念 国内只有各种野路子SDK HMS的出现虽然是对于被禁止使用GMS的无力反击 但是对国内混乱的生态来说是有意义的 这样就允许应用不需要自己导入第三方SDK和库 降低包大小 提升起动速度 减少内存占用 但是这就意味着HMS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态 如果你在Android手机玩Pokemon Go 就会意识到这个游戏的地图系统 用户系统 还有课金系统都是Google控制的 如果你没有GMS 就无法玩这个游戏 把GMS换成HMS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 华为手环用户在使用非华为手机的时候 就需要安装HMS Core 这就是事实上的对Android的分裂 只不过如今被包装成一个鸿蒙自主系统 然后宣传其他厂家也可以加入它的生态 换句话说 华为有着强夺生态主动权的野心 分裂行为就不会受到谴责 反而还会被视为创新进取 另外一点就是鸿蒙并没有使用Android 12的AOSP代码 仍然停留在Android的10 这就是Android系统的天生缺陷 对于深入定制系统的第三方厂商来说 同时调整运用和驱动简直就是开发噩梦 小米以Android 11为基础开发的MIUI 12 就深受其害 明明做好的功能 每年都需要应对上游的变化 有些变动会让用户无所适从 更别说华为有着追赶苹果的野心 等于是更深度的定制系统 所以让Android 11完全以自己的方案进行迭代 就是鸿蒙所要做的事情 另外一部分 LiteOS为内核的OpenHarmony 就承担了IoT和可穿戴生态的任务 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走Google的路 Android的App开发成本高 无法再嵌入式设备跑 Google的解决方案是Flutter框架 从而实现轻量级的跨平台App 在NestHub上有Google第一方的YouTube 也有第三方的Netflix 甚至Apple Music都有 就在前段时间 Google把NestHub的系统 从Googlecast的电视棒系统 转向了新开发的FoxiaOS 这件事情Google并没有宣传 用户也没有察觉 因为Flutter的初衷 就是让应用像Web一样 无差别的跨平台运行 OpenHarmony想要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 才提供一致的运行时 只不过这个事情的实现 Google显然走了太慢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 Google Amazon Apple在联手推广Metal的标准 新的Apple TV HomePod Mini 就支持了所谓的Thread的连接性 三大西方巨头联手搞一套标准 对于西方用户显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目前还在吃制裁西北风的华为来说 就显得非常难受 而且还得被OPPO小米 Apple吃掉原来的份额 鸿蒙割裂生态求生存的做法 实在算不上上策 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平时很杠的卢尾兵都对鸿蒙避而不提 毕竟还在吃人家的肉 总不能说人家肉不好吃吧 加上OPPO那位也让大家看到海军战斗力不减 所以惹华为除了被海军冲没啥好处 毕竟华为的肉也不是一家抢 而是被三家分吃 小米OPPO说实话还得对苹果留点口德 毕竟高端市场的用户对苹果都有点感情 大家都是学苹果那条东西 只不过华为这个逆风局要是没有财富密码 可能就得像中心那样马上认松改错 只不过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华为的股村结构就注定了老大不会退步 不过如今这样大力的跟进操作 加上宣传上的放大 实在是让人觉得观感极差 如果说这些求生存的措施有什么问题 就是搅混了整个媒体生态 毕竟媒体向资本跪低的结果 就是让消费者得到不准确的信息 也许这样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 但是这种雕盘行为只会越做越难看 整个宣发就成为了很多自媒体着力的表演 对于那些真正走在创新前面的厂家也不公平 这里所说的就无关技术而是价值 之前15年来 手机从我们身边带走好的事物这件事 一直得不到证实 困在系统中也成为了当下的现状 鸿蒙的宣发让我感觉到更侧重于炫技 而非倡导某种价值 特别本该是科技赋能用户 却成为了我的手机平板笔记本比你强这种内卷 更不用说这些平台上享受到的内容很少 比如没有Netflix认证 还有比如说对于用户隐私没有进一步的追求 本该更进的存储隔离没有支持 OK以上是我对鸿蒙OS的一些想法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不错 希望点赞投币关注支持下 我们下期再见